好!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現在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因為最近比較忙 所以稍微晚跟了一點點 那沒關係我們現在一樣來看一下 今天有很多東西要看 我只能這樣講 首先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的 一樣啊 侏羅紀重返侏羅紀的跨幅戰的部分 那現在來到第三階段解除後患了 那他每個活動是兩天 第二階段是練兵的部分 那因為練兵沒什麼特色 我們就沒有特別的去 跟大家做說明 那第三階段我必須要說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打的一個戰報 那第三階段的話是沒有到 也不能說沒有到太難了 他是個9級的猛馬像啊 在這裡 9級的巨型猛馬 那我是跟著大腿的一個腳步去玩的 那他基本上這三隻角色所有技能滿等滿星 滿星然後技能滿等 那等級分別是65 60跟50然後攜帶阿福 那主要是出黃冰啊全部的黃冰 那我必須要說以這樣的角度去打 那打這個猛馬像 出17290的部隊 是可以輕鬆打過的 但如果你要說以一些比較 中克維克的玩家來說 等級在26到28這個階段子冰的階段的話呢 要打我們的9級猛馬 相對來說難度就也是很高了 我覺得至少至少要出到黃冰 然後你的隊伍要有一定練度 星等跟技能等級都有一定練度這樣子 會比較好通關 不然基本上要嘛是 重傷很嚴重 不然就根本打不過這樣 好那我們猛馬像結束之後很快就到最後一個階段了 就是我們的 戰力階段 爭霸階段 就準備要開始做一個 神聖王座的爭霸了 那我只能說這個猛馬像的部分 由於他東西送的其實也沒有到特別吸引人啊 所以我覺得就沒有必要特別 如果你可以輕鬆刷猛馬像的也可以輕鬆去刷沒關係 如果沒辦法輕鬆刷的話 那我就不用特別說什麼 為了刷猛馬像而在那邊 耗中損 或者說可能甚至打不過硬要打這樣子 因為東西的部分基本上都是還好可以接受的 就有錦上添花 沒有也沒有關係這樣子 東西沒有到特別特別特別的那個 讓人感覺到說一定要拿到這樣 好那我們等過完今天 今天是 禮拜六晚上啊 那麼等到禮拜一的時候呢就可以準備來看我們的 爭霸階段啦 有點小小的興奮小小的期待啊 好那我原本想要把 週年慶典跟我們的 充滿侏羅記的內容放在一起講 但我想想這樣影片會太長 所以我最後決定這邊就拍個小小的影片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我們的充滿侏羅記的第三階段這樣子 那麼下一支影片狼族的影片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週年活動的相關內容啦 好那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 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留言遊戲 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